IT之家2月18日消息 苹果公司今天分享了一部名为 人生不过是一场梦的短片 该短片由韩国电影导演朴赞宇创作 他以老男孩、小姐、亲切的金子等影片而闻名 这部21分钟的影片是由苹果公司委托制作的 用iPhone13 Pro拍摄 讲述了一个殡仪馆老板需要木材 为其村庄的救星建造棺材的故事 他挖掘了一个废弃的坟墓 唤醒了一个古代剑客的幽灵 苹果公司还上传了一个单独的视频 解释了朴赞宇和他的设置组如何使用iPhone13 Pro的一些功能来创作这部短片 IT之家了解到 Shut-on iPhone是苹果公司长期开展的广告活动 苹果公司此前还委托制作过其他短片 包括最近来自中国导演张猛制作的短片 以庆祝中国新年